它是中国锂电池的开拓者 引领者 茂迪之年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 应该说是这个任务是相当重的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新能源能否突出重围 跑出加速度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 和不得不去花精力的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能源电池的技术突破 13.5期间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快速增长 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 预计到今年年底 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突破500万辆 同时中国在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技术方面 也在不断地传来好消息 80岁的中国锂电池第一人陈立全 带着他的团队研发出了新型的电池材料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在深圳一家生产锂电池智能化装备的公司里 我们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6年他带领科研团队 在国内率先研制出锂离子电池 率先解决了国内锂离子电池 规模化生产的科学技术与工程问题 实现了国内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化 为了锂电池的产业发展 陈立全院士始终没有停下技术研发的脚步 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目前的这个优势 来怎么样想办法把固态电池我们做好 将来可能能够克服这个锂离子电池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安全问题 一个是成本问题 在距离深圳1300公里的江苏丽阳 陈立全院士的得意门身李鸿 带领团队经过20多年的技术攻关 在一项锂电池关键原材料上获得了突破 并在2017年进行了量产 那么这个关键原材料究竟是什么呢 它对锂电池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实验室里一场对比试验即将展开 这就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新材料 纳米硅负极材料 只见技术人员把纳米硅负极材料 搅拌均匀制成酱料 然后再均匀涂布在铜箔上 随后将它和其他材料一起 制作成了钮扣电池 采用了纳米硅负极材料的钮扣电池 性能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硅负极 我们可以看到石墨负极的容量只有372 现实只有355 我们的硅负极可以轻松做到1700 容量是它基本上的5倍 那这个意味着呢 意味着能量密度 意味着续航的材料 目前市场上的锂电池 大多用石墨作为负极材料 虽然石墨稳定性高 导电性好 而且来源广 但石墨的能量密度很难再提高 经过对各种材料特性的对比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李鸿团队 1996年就率先选择了硅作为负极材料 当时测试就显示 硅的容量是石墨的8倍以上 但是要把硅变成产业化的负极材料 难度很大 你一个要从基础科学研究 理解它的工作机理 再到实验室做到公斤级 然后再到工程放大 到百公斤级 到吨级 所以这个流程就很长 进步就比较慢 难在这些地方 三年前 中科院物理所在立阳 成立了这家新材料公司 目的就是加快硅基负极材料的 规模化生产 李鸿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李鸿的学生罗飞 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是二氧化硅 是核砂的一个主要成分 这个是金属硅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金属的光泽 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 核心关键原材料 罗飞告诉记者 硅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础量丰富 沙子的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 但是要把金属硅 做成硅负极材料 就要进行特殊的加工处理 在实验室里 完成这样的加工处理 并不是难事 但是要做成 敦级的硅负极材料 这就需要大量的 技术攻关和试验 中科院物理所从1996年 就开始研究纳米贵 2012年开始做 硅负极材料生产线 直到2017年 才做出第一条生产线 而且不停地调整修正 基本上每天熬夜 24小时连着转 因为这个设备不能停 然后不同的调工艺 我们基本上调了一周的时间 一周基本上每天 可能只睡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把这个工艺 稍微摸到一点苗头 摸到一点门道 经历过几千次的失败之后 就在丽阳的这家工厂里 中科院物理所的科研团队 终于批量生产出了 硅负极材料 目前丽阳这家工厂 年产锂离子电池 硅负极材料 可以达到2000吨 这是我们产品出货的 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 应用在动力电池 消费手机 还有一些电动工具领域里边 但实现量产 也只是第一步 我最终要把这个材料 用在电池里 那我这个新的材料引进以后 它还要一起来匹配 震集电解液 等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 和不得不去花精力的 那么就是一个 团队的一个工作 如果说硅负极材料 是未来提高 锂电池能量密度的 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固态电池技术 则是解决目前 锂电池安全性 循环寿命等问题的一种 公认的有效解决方案 当前很多国家 都在积极布局 固态电池的研制 中国在固态锂电池技术 方面的研发 也在与国际同步 在丽阳的这家工厂里 记者见到两架无人机 看似和其他的无人机 并没有什么两样 但他们的续航里程 却比同样规格的无人机 增加了20% 目前这块电信 做到了270瓦时每公斤 然后能够实现 7C的一个放电倍率 那么再下一步 我们会去开发 310到350瓦时每公斤的 高功率无人机电池 原来秘密就在电池上 这款无人机的电池 采用了李洪教授 带领团队研发的 固态锂电池 同样都是锂电池 为什么这款电池的 续航能力更强大呢 就是在正极材料的表面 进行了一些固态电解质的包覆 固态电解质的包覆的话 主要是它应该是纳米级的 所以说肉眼你看不出来 它进行了这个包覆 原来奥秘都在 这个黑褐色的材料上 这里的技术负责人田奇友 向记者介绍了他们 正在生产的 三元锂电池的正极材料 这些图布在铝箔片上的 黑褐色材料 就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制的 固态化正极材料 田奇友告诉记者 他们对这种正极材料 进行了特殊工艺的处理 一就是为了可以提升 材料本身的导电性 就是让它这个性能 发挥更粗分 第二就是可以提高 材料的安全性 记者看到 经过特殊处理的高镍三元材料 被均匀涂布在 12微米的铝箔上 然后切割成一片一片 长方形的正极片 这些正极片和负极片 再通过高速叠片机 制作成一个个片状的电池芯 这台叠片机 是中科院物理所定制化 开发的高速叠片机 叠片设计速度 可以0.58秒一片 国内传统的 地叠片机的速度 是0.9秒一片 从效率来看 我们提升了33%左右 铝素包装的电池芯 生产出来之后 还要通过一定的 充放电方式 将内部的正负极物质激活 在这里还增加了一个 固态电池技术特有的功能 将液态的电解质固态化 让它通过压力和温度的这种效应 让它这个液态 逐渐从液态流动的状态 导致那种类固态 就是不是随便流动的东西 就类似于我们果冻似的 2018年 这里已经完成了 300瓦时每公斤 固态动力电池系统的设计开发 在车辆上搭载后 可以使整车续航里程增加以外 2019年 中科院在江苏丽阳 建立了固态电池中式生产线 今年5月 已经陆续有产品 开始在消费电子类产品中使用 不过李鸿告诉记者 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全固态电池 而是在液态拟电池技术上 不断优化的类固态电池 要想让汽车续航里程更远 手机待机时间更长 无人机飞得更高更远 就要研发更安全 更大容量的 全固态电池 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 要把现在的液态换成固态 所以我们认为 未来电池的发展方法 一定是发展更高安全的 更高能量密度的固态电池 提高能量密度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好处是可以降低成本 不仅是中科院物理所 很多企业也都在探索 新能源电池的新技术 新材料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新能源公司 一辆纯电动公交车 正在进入公司的充电示范区 进行充电 记者看到 公交车停靠到充电设施下 专门的顶充设备降落下来 与公交车顶部的接收装置连接之后 充电设施就开始给公交车充电 通过显示屏上的数据 记者看到 充电前 车辆的剩余电量为33% 充电三分多钟 电量就上升到60%以上 仅仅8分钟 这辆公交车的电量就充满了 显示为99% 像这台8.5米的海虫公交的话 我们是按照40公里等速法 运速行驶 它的续航力程可以达到115公里 按照如果正常的公交模式的话 它的续航力程大概在80公里左右 梁公告诉记者 城市公交车线路固定 一个来回的公里数 不会超过100公里 利用公交司机休息的时间充电 可以充分发挥 钛酸锂电池充电快的优势 另外 钛酸锂电池还有循环寿命长的优势 在这家公司的电池研究院 有一块从2014年就开始进行 充放电循环试验的钛酸锂电池 如今6年时间 充放电已经超过3万次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电池的一个循环曲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做了最近4万8400次 它的这个容量保持率 我们可以看到 仍然超过90% 这意味着经过了 差不多5年到6年的一个时间 它的容量只衰减了不到10% 在另外一间实验室 技术人员给记者演示了 钛酸锂电池跌落针刺切割试验 特别是钢针刺穿进电池后 没有发生燃烧冒烟等现象 而且电池还能正常使用 演示的灯泡还亮着 钛酸锂电池同样具有 宽裕的环境温度 在实验室里记者看到 模拟试验的最低温度是 零下50摄氏度 最高温度达到了60摄氏度 放电时间的话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是 运行了55分钟在这里 55分钟 对 这个上面对 钛酸锂电池 它可以在50度的环境下 运行正常的充放电 尽管钛酸锂电池 有长寿命 高安全 充电快的优势 但是钛酸锂电池的 能量密度不够高 却是它眼下要提升的 一个重点 这家公司刚开始做 钛酸锂电池的时候 这样的电池心 只有20安时 能量密度只有50瓦时 每公斤 还不到现在 常规锂电池的四分之一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 现在的电池心 可以到45安时 能量密度达到110瓦时 每公斤 几乎翻了一倍多 但是也只有 锂电池的一半左右 针对钛酸锂电池的特性 他们也把目标市场 放在了公交车 专用车辆 以及储能电站等 对能量密度要求 不高的应用场景 我们只做适合于 钛酸锂专金特的市场 把它能量密度偏低的 这个缺点 把它弃除掉 利用它的优点 在固定场所 固定线路 固定的路线当中 把它应用到最大 在储能电池研发 和产业化方面 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团队 研发的钠离子电池 也已经开启了 商业化之路 那么钠离子电池 又有哪些特点呢 这是一辆电动自行车 在科研人员 对它进行改装前 它搭载的是一款 铅酸电池 当技术人员 把电池更换为 这款钠离子电池时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空出了一大片区 大概只占到了 三分之一左右的 这样一个体积 但实际上电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也是 大概半度电 能跑也是35公里左右 相同的储电量 钠离子电池 相比铅酸电池 不仅体积小 而且重量大大减轻 技术人员 将两块同样体积的电池 分别放在电子秤上 记者看到 铅酸电池的重量是 17.34公斤 而钠离子电池的重量 只有5.18公斤 重量还不到 千酸电池的30% 这个是用钠离子电池 装的一个光光车 这个性能正在测试 这是一款使用 钠离子电池的 低速电动光光车 技术人员 在光光车 原来安装 千酸电池的电池箱内 安装了体积相同的 钠离子电池 同样的空间 储存的电量 增加了60% 原来里面能放 六百千酸电池 大概有五度电的样子 我们现在的话 是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放进去了八度电 2011年 同样是从陈立权院士的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胡永胜带领团队 开始致力于 钠离子电池技术的研发 经过十年技术公关 开发出了钠离子电池 在国内 以及全球钠离子电池 底层研发及产品应用领域 都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利用十年的时间 从基础的材料开发 到实现我们这个产品端 产品的设计跟定型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对我们的挑战来讲 是未来批量化 稳定化 一致性的产品的角度 相比锂离子电池 钠离子电池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原材料分布广泛 价格便宜 来到钠离子电池的 负极材料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 生产负极材料的原料 就是经过席选的煤炭 每吨的价格不到1000元 远远地于几万元一吨的 石墨价格 而另一种材料 碳酸钠 同样资源量丰富 价格便宜 碳酸离 现在属于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大概在四五万块钱一栋 我们这个三四千块钱一栋 就比它这个十分之一还不到 所以说在原材料成本方面 原材料资源方面 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在这间实验室 技术人员现场向记者演示了电解质的燃烧实验 常规的电解液一点就着 而钠离子电池的电解液则很难点着 在环境实验室记者看到 钠离子电池 在零下四十度和零上六十度八十度的模拟环境下 进行充放电的循环试验 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零下四十度这个环境下 测出来的我们这个钠离子电池的一个 放电的一个曲线 就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 明显看出我们这零下四度是可以工作的 并且可以放出来大部分的这个电量 目前这个团队研制的钠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能够达到一百四十五瓦时每公斤 但与锂离子电池二百二十瓦时每公斤 还有一定差距 目前还只能用在低速电动车 储能电站的对能量密度要求较低的领域 不过唐坤认为 钠离子电池的目标是做储能设备 目前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百千瓦时的 储能电站系统 一个是进一步提升它的整体的能量密度 从而实现降车门 就是提升能量密度会降低辅材的应用 另外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个 循环寿命 实现刚才介绍的最终是一个经济性 来决定这个产品的性价比 对于未来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发展的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认为 安全性和成本仍然是动力电池 储能电池等技术公关的核心要求 在传统能源紧缺的情况下 储能电池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并往应用 改善风骨用电矛盾 形成绿色可持续的能源结构 电动中国的事实际上是交通实现电池化 不只是说电动汽车 因为你光是电动汽车也不够 现在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这个 轮船 我们的飞机 也是稍有的 所以就是说从我们中国来看 应该说是这个 任务是相当重的 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 将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同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高端装备 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 列为要加快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时指出要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培育新技术 新产品 新液态 新模式 在节目中我们看到 科研机构 产业化公司 正在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 攻克新能源发展的痛点 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 但是仍然面临着发展短板 核心技术有待突破 这些都等待着那些勇敢者们 用智慧去攀登 用坚持来跨越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谢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